他18号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面 他说全球经济局势让人不安的时候 美中掌握着这个关键的钥匙 此外拜登也专门去品尝了地道北京小吃 并且和市民亲切聊天 一刻来看看 在与吴邦国的会见中 拜登再次强调 美中两国的成功有利于全世界 他也希望这句话对于别的国家来说 不会是大国主义 中午拜登专门带上孙女儿 前往北京鼓楼附近的一家小吃店 品尝地道夹江面 他和美国出华拍十六家贵夫妇 一起排队点餐 并主动和临桌的顾客交谈 他还专门向大家介绍 自己正在学习中的游戏 在和小吃店主一家二天后 拜登还故意玩起了个小幽默 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微博 说拜登一行五人 点了五碗炸酱面 十个包子 以及凉拌黄瓜 山药 土豆丝 还有可乐等 费用总共是79元 拜登在结账时说 一行人给店主带来了不便 掏出一百块结账 剩下的是按照美国习惯作为小费 这篇微博发出后 迅速被内地网民转发上万字 方案是火灵中明亮北京报道